有一些所謂自稱探監師的人 這些人向他們一些多次素微謀面的黑暴 因為黑暴而在囚的人士進行探訪 他們透過這些思想的滲透 持續灌輸一些反政府的信息 一些負面的思想 更加提到要是光復懲教等等這些字眼 我們發現有些人 是從黑暴到現在 他總共探訪了超過59個囚犯 次數達到395次 也有人在近一年半的時間 探訪多達47名囚犯 次數高達211次 究竟這些所謂的探監師是些甚麼人呢 他們是幾類的 包括一些因為黑暴而入獄 但是死心不惜對社會深存怨憤的人 他們很希望繼續影響一些想更生的青少年 第二類就是為了一些自己的政治利益 又或者是想拿一些政治紅利的人 希望繼續去毒害這些年輕人 從而拿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第三類就是一些乘機典財的人 他們透過用了一些很高的價錢 去賣一些所謂的探監包 從而自己中爆私囊 在這裡我想跟年輕人說 這些人去探訪你 一直跟你繼續鼓吹你要反政府 告訴你你沒有做錯 千萬不要聽懲教署更生人員說 他們是想繼續毒害你 是不想讓你有重新的機會 另外我想跟家長說 千萬不要被人利用你們的善心 就去中爆私囊 用一些很高的價錢 去支持這些囚友 其實他們是要來掂財的 第三 我們希望在社會上將這件事說出來 讓社會人士知道 社會上還是有很多繼續想危害國家安全 危害香港安全的人 在這裡用這些遠對角的方式 途獨我們的年輕人 最後我都要警告這些人 如果你們是想繼續危害國家安全 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必然會全力調查 嚴正執法 有證據就會抓你